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书 延续了上一卷创世纪的故事 在创世纪的结尾 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带领七十口大家庭下埃及 雅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 他在饥荒中救了自己的家族 法老邀请雅各全家来埃及避难 最后雅各在埃及去世 约瑟和他所有的兄弟也都死在了那里 大约四百年之后 出埃及的故事开始了 这指的是出埃及记前半部分的事件 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本书的下半部分记载了西奈山脚下的故事 这一集我们重点讲上半部分 几百年过去了 以色列人生养繁衍众多 人数增加 极其强盛 变满了纳蒂 这节经文回应了神在伊甸园中 给全人类的计划 而人类因为罪和悖逆 失去了神的赐福 神便拣选亚伯拉罕一家作为器皿 借此修复他的世界 但新的法老 没把以色列人看作祝福者 反倒认为 这个不断增长的移民群体 威胁到自己的权利 于是就像创世纪中 人悖逆神 拒绝神的赐福那样 法老试图摧毁神赐福的源头 就是以色列人 他残酷的强迫他们扶劳役 还命令把以色列人刚出生的男婴 扔进尼罗河里淹死 到目前为止 法老是圣经中最坏的人 他的王国集中体现了 人对神的悖逆 法老根据自己的利益 重新定义善恶标准 对他来说 杀害无辜的婴孩是件好事 因此 埃及变得比创世纪中的巴比伦更糟糕 以色列开始求神帮助对抗这个新巴比伦 神就回应了 神首先颠覆了法老的邪恶计划 一位以色列母仅把孩子放进了篮子里 扔到尼罗河上 孩子便顺水漂流 安全地来到法老自己的家中 这个男婴被称作摩西 摩西逐渐长大 最终神使用他击败了邪恶的法老 在著名的故事燃烧的荆棘中 神向摩西显现 委托他去见法老 命令法老释放以色列人 神说他知道法老会反抗 但他会用灾难来审判埃及 神又说他会使法老的心刚硬 接下来 故事进入下一个重要部分 神与法老之间的对抗 神说他要让法老的心刚硬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定要按顺序细读这段故事 这很重要 摩西和法老第一次会面时 圣经只是简单地说法老的心 变得刚硬 却没有暗示神做了什么 作为回应 神降下前五个灾难 每种灾难针对的都是法老 与埃及的某个神明 每一次摩西都为法老提供一个谦卑下来 并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机会 但每次灾难过后 圣经上说 法老要么硬着心 要么心变得刚硬 这显然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 最终后五个灾难降下之后 我们开始听到神如何使法老的心刚硬 因此故事的重点似乎在这里 尽管神知道法老会抗拒他的旨意 神仍然给法老一切机会让他去做正确的事 但最后 法老始终不肯转离他的邪恶 连埃及的谋士都认为他疯了 就在这时 神开始接手 使法老的恶行实现神的救赎 神拯救自己的子民 与此同时把法老引向他自己的毁灭 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 逾越节之夜 神降下最后一灾 就像法老杀害以色列的南英那样 神用最后一灾杀死了埃及人的长子 但和法老不同 神借着羔羊的血提供了一个避难的途径 到这里 故事暂停 作者详细的介绍了逾越节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前夜 把一只无瑕疵的羔羊献为祭物 把血涂在家中的门框上 当神降下的灾难临到埃及时 凡用羔羊的血涂抹的房屋都会被越过去 家中的儿子们就能幸免于难 从此以后 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再现那一夜的情境 用来纪念并庆祝神的公义与怜悯 法老因为骄傲和悖逆 失去了自己的长子 最后不得不让以色列人自由地离开 以色列奴隶终于走出了埃及 但他们刚已离开 法老就改变了主意 召集军队追赶以色列人 结果以色列人安全地从海中经过 法老却奔向了死亡 出埃及记的结尾 出现了圣经中的第一首赞美诗 名为海之歌 最后一句宣告耶和华作王 他用诗的形式重述了神国故事的经义 神审判世上的邪恶 并救赎那些被邪恶所奴役的人 神要把他的子民带入应许之地 在那里神将与他们同住 并成为他子民的君王 可是以色列人唱完歌之后 故事就发生了突转 以色列人徒步穿过旷野去西奈山 他们又饿又渴 开始抱怨 甚至后悔接受了神的拯救 他们开始想念从前在埃及的好日子 这种想法很荒谬 尽管如此 神仍然在旷野慷慨地为以色列人提供了食物和水 但这些故事却给读者留下了阴影 让我们开始怀疑 以色列人的心是否也像法老一样刚硬呢 出埃及记的上半部分就先讲到这里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上集第一到十八章 讲述了神如何拯救维奴的以色列人 他打败法老 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血 为以色列人提供了避难的途径 然后神又带领他的百姓走过红海 进入旷野 让人震惊的是 以色列人在旷野竟大发牢骚 不停地抱怨 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一开始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内山下 神邀请以色列民和他立约 进入盟约关系 这是圣经故事另一个关键的时刻 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延续和发展 在创世纪中 神应许说 他会通过亚伯拉罕的家族 让万国重新得到他的赐福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更多的内容 神说 如果以色列遵守立约的律法 他们会被神的律法教导和公义所塑造 就会成为祭司的国度 这表明他们会成为神的代表 向万国展现神究竟是谁 百姓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神在乌云和闪电中出现在西带山上 摩西作为百姓的代表上了山 神首先宣布了著名的十戒 这些是立约的基本条款 表明以色列人和神如何建立关系 另一些诫命是对十戒内容的扩充 有一部分是关于以色列的敬拜方式和社会公义法则 有一部分是关于百姓如何共处的法规 这些规定的目的是把以色列塑造成一个既公义又慷慨的民族 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摩西记下这些律法条文之后就下山 把律法颁布给百姓听 百姓就跟神立了约 之后神进一步提升了这个关系 神告诉摩西 他希望自己的圣洁 神圣和美善能住在百姓中间 这体现出神立约的另一个方面 人在伊甸园背叛神之后 就失去了与神同住的资格 但是现在通过亚伯拉罕的家族 全以色列乃至全世界都可以通过蒙约关系 再次经历神的同在 接下来的七章详细记录了建造神圣会墓的蓝图设计 一间外院里面有一座祭坛 会墓的中央位置分为两部分 一间外室和一间内室 内室称作至圣所 里面有一只金柜叫约柜 上面有天使遮盖 这代表的正是神的同在 这些段落提到了很多细节 重要的是每件物品都有象征含义 所有的花 金子 珠宝 都对应着伊甸园 神和人曾经在伊甸园里亲密相处 所以帐幕就像一座便携的伊甸园 神与他的百姓可以在这里和平共处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就在这里 再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以色列百姓违背了与神力的约 正当摩西在山上记录会幕的蓝图时 以色列人在山下的营地失去了耐心 他们让摩西的哥哥亚伦 为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 把这个偶像当作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来敬拜 此时神的同在就在山顶 他们能亲眼看到 但他们却在山下违背了世界的前两条诫命 就是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拜偶像 接下来的内容很重要 神知道山下发生的事 他向摩西讲了自己的愤怒和痛苦 并告诉摩西 他要灭掉以色列人 摩西为百姓求情 求神彰显他的信实 摩西说 毁灭以色列人 会违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此外 摩西还求神考虑他在列国中的名声 外邦人会以为神是故意要毁灭他的百姓 神接受了摩西的求情 改变了想法 他审判了那些煽动百姓拜偶像的人 却从整体上赦免了以色列民 并应许要重新立约 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刻 神向摩西描述了自己的性情 神说 耶和华 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一定要记住这个宣告 神充满怜悯 但是如果他宣称自己是良善的 他就必须对付罪恶 最重要的是 神是信实的 守约的 即使这意味着 他知道自己要完全委身于这群言而无信的人 神重新立约后 就吩咐摩西去建造会幕 接下来的五章内容很长 集中描述了建造会幕的细节 最后一章做了总结 会幕完工后 神的荣耀圣洁遮盖住会幕 我们对接下来的事充满期待 但摩西想进会幕时 却进不去 他无法进去 这卷书就这么结束了 这个结尾让人很意外 但是如果仔细回想会发现 这么结束并不奇怪 事实上 以色列的罪对他们和神的关系造成的破坏 远比预想的更严重 《出埃及记》开篇讲的是 法老的邪恶 威胁到以色列 也威胁到神立约的应许 但在这卷书结尾时 以色列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他们的罪威胁到与神所立的约 因此本书结束时出现了一个问题 神如何解决他的圣洁和良善 与百姓的罪恶和败坏之间的冲突呢 下一卷书《立位记》 讲的就是解决的办法 但《出埃及记》到此就结束了 《出埃及记》到此就结束了 《出埃及记》到此就结束了